根据这个黎巴嫩电视台的报道说 在印度洋北部有一艘以色列货轮遭到了袭击 船只呢被命中啊起火了 说呢这是美国媒体说是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是无人机干的 据说胡塞武装又抓了一艘邮轮啊 实际这种行为是跟当年英国人啊 在整个全世界干的事一样 就是海上啊海上的海盗行为 就是封锁 所以海群国家最怕的就是这个 结果他现在没辙啊 人家无人机可以干 胡塞武装也可以干 这个货轮是集装相船啊 船东是新加坡啊 东太平洋航运公司 据说船只所有人是以色列商人叫爱丹奥弗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船只跟以色列有关啊 犹太人有关 这船就完了 所以现在犹太商人现在不值钱了啊 犹太商人这臭了臭大街了 他是悬挂了马尔他国旗 离开了阿联酋 截备阿里港 以后呢 在印度洋遭袭 注意印度洋现在对于以色列人现在是禁航了啊 也就是说啊 犹太人现在在印度洋现在是人生喊打状态 跟当年啊 英国人封锁啊 包括美国人搞的封锁是一样的 这艘船呢 一开出去啊 就是开着自动识别系跟踪系统 最后呢 这种开着自动识别系统以后呢 那就被无人机追杀锁定了 咱们说这种自动识别啊 这个普通的软件就能跟啊 美联社说出于安全考虑船只啊 必须保持自动识别系统啊 处于激活状态 但是船员们发现啊 自己可能成为目标的时候 那他们会自动的关闭识别系统 要避免遭无人机命中 伊朗的见证者136啊 能够击中 也就是说 他们发现自己被袭关闭系统啊 自动识别系统以后 居然还是被命中啊 啊 就说明这个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人机啊 打得远而且准 说在1000公里左右距离啊 精准的捕捉到这艘以色列集装线货船 直接就撞上去啊 自报 伊朗的自杀无人机 因为啊 带宽不够实时回传视频信号啊 所以呢 采用的制导是采用无线电制导啊 打击汽车这种小型目标是不行 但是攻击这种大型的游轮是毫无问题的 你目标太大 同伊朗自杀型的无人机 还有个特点就是威力巨大 装弹啊 装弹量巨大 除非以色列能在游轮上安装这个无线 无线电侦测设备啊 啊对吧 电子战 包括大功率发射的定位啊 干扰系统 能干扰伊朗无人机啊 或者这个激光武器 啊 或者是战机在空拦截 啊 否则以色列游轮 货轮 根本就没法啊 防伊朗的自杀型无人机 这种远程空袭啊 这是一个新的战法 也就是说 真正的海战的革命开始了 咱们讲无人机啊 还记得中国这个前两天刚公布一个垂直起飞的啊 那个垂直起飞的一个新的无人机啊 就两个像自杀式无人机那种形态的 叠在一起 但是能垂直起飞 这种新玩法 其实对于海战来说非常重要啊 你说我就不用是啊 在一千公里外发射了 我在海上任何一个船舶上我都可以发射啊 这是新世纪的一种新的战法 想想当年这个海盗啊 海盗干的就是拦截然后封锁嘛 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和伊朗互相攻击对方货轮的时候呢 当年伊拉克和伊朗实力有限 是在近海附近啊折腾 但是现在技术发展的伊朗可以打击一千公里外以色列货轮啊 这和当年完全是鸟枪换炮 如果这么说呢 以后一千公里啊 沿岸一千公里外 这都已经不安全了 那也说 从阿拉伯海对吧 你可以算一下阿拉伯海 波斯湾再到红海 再到整个地中海 全都不安全了 也说海上通道这个 欧亚这个中心的 这个海上通道 苏伊士运河这条通道是不能走了 你谁得罪了伊朗 或者周边国家那都不能走了 这条通道 这条通道的国家 大多数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也是金庄国家 你说金庄国家控制这条通道 以色列货船不能走了 不能走 红海不能走 阿拉伯海不能走 苏伊士运河了 以色列商人是臭大街了 谁都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他们的买卖做不了了 那么只能绕非洲好望角 还有一条道子走非洲 那你非洲好望角 多绕出两万公里航程啊 也说这个谁都受不了 这个钱花 而且以后以色列货船需要交保护费啊 对吧 都得有船啊 都得都得有公司来保护 那你得交多少保险金呢 啊 没人愿意接单啊 有保险金 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接你的单啊 所以只要是以色列商人啊 他的船啊 没有保险公司愿意 那你说以色列人啊 这个生意做不了了 美国 以色列当然也可以护航 但是你不说以色列护航吧 以色列有多少军舰咱们看看 他压根里没多少军舰 咱们讲过 他根本就没能力在阿拉伯海护航啊 红海都没有能力护航 那一旦以色列军舰进入波斯湾 进入红海 狭窄区啊 这不仍然喊打吗 啊 终于等到你了 伊朗终于等到你了 胡塞武装等到你过来了 啊 那就直接的可以啊 进入人家反舰导弹射程了 大时候千载南风机会 那你送上门来 我就不客气了 我倾家荡产要把你干掉 等于是加沙的战争 开始了新的战长了 印度洋一直到红海 整个海上战长 世界上很多船运公司啊 现在都有犹太人的船东啊 大家看他们是面临的巨大麻烦 要么你就赶紧撤赶紧滚蛋 实际就逼着一帮犹太人滚蛋 离开这个船运行业 最近的时间呢 野门胡塞武装三次图 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不可能在以后公开标榜自己犹太人了 赶紧改个姓 私下里 但是可能这个藏不住啊 犹太人天生认为自己是 自己是神啊 神的这个眷顾是吧 我是唯一的 一神教嘛 所以他不可能是藏着掖着啊 他肯定要大肆宣传的 我告我骄傲吗 是吧 我骄傲呢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是吧 野门胡塞武装三次突袭美军军舰扣押了以色列船只 现在又袭着第二艘船 伊朗呢 也投入战斗 就大规模的海上突袭战已经开始 这种新型的海战是一种非对称作战 对于世界航运来说是重大影响 那可以想象未来啊 这个中东的战争如果不能平息 那海上 但凡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国家啊 是不是 这条道就不能走了 而中国反正跟这个阿拉伯国家是友好的 中国 也就是说 这条航线只能由中国资本控制了 对吧 你以色列美国资本是玩不了了 是就是百年大大变局 对吧 美国以色列怎么保护护航呢 难道你是拦伊朗船吗 是吧 当然也可以 那美国也不是第一次扣了伊朗船了 今年还在马利亚扣了一艘15万吨游轮 对吧 就美国人扣伊朗船 伊朗当然也可以揍你了 伊朗在安曼湾扣了一艘游轮 今年7月 美军出动两架A10攻击机 一架P8 进行现场巡逻拦截 美国和以色列利用技术优势称霸 那么伊朗和伊朗的这些民兵武装 用技术反制 现在看就在打破传统的这种海战模式啊 他们出动快艇 无人机 洗澡 美国海军呢 能在海上拦 但是打击武装快艇 洗澡船只 这种随着科技发展 我不用这个洗澡船只 我用无人机了 这个就没法拦了 我就不用去击沉你 我只要让你的这个游轮货轮伤了就可以了 保险公司基本上不会再 不会再给你投保了 你说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船 就不能在这投保了 可以想想俄罗斯当年面临的问题 就没有保险公司 这个他的船就不能走 印度洋波斯湾阿曼湾红海 直到地中海 所有的船 七方船只啊 都在瑟瑟发抖 现在只剩中国船可以走 这就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必须要跟中国搞关系 中国现在对这个 你看对这个西欧几个国家 没有包括英国啊 免签西欧几个国家 为什么呢 这些国家啊 现在看就是中国争取的 他们所有的物资 他们所有的买卖 只能走中国的船 以前可以走美国的船 走以色列船 这些船东的船 现在看走不了 现在他们走不了 那只能走中国 那这时候跟中国发展关系 那如果商贸开始发展关系 美国人就被孤立了 美国人想赚欧亚大陆钱 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如果解不了这个局 整个中东这个新的海战局 那美国人可能就衰落了 加沙战场可以看啊 哈马斯你想想打的 打了应该两三个月了 还没有被打 没打扮 没有被打扮 还在加沙死 死死的抵抗 说明什么 说明乙军完了 伊朗 野门 袭击海上 以色列船只 甚至袭击西方护轮 迫着整个西方集团 对以色列施压 这就是飞对纯作战 不是拿把刀 我也拿把刀 我可以拿一个暗器 或者我跑你家 把你水管堵上 几千架自杀 是无人机 那才几个钱 你给美艘游轮 安装这个防空系统 多少钱 你难道把铁熊 安到美艘以色列 游轮上吗 这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种飞对纯战争 确实让美国人 以色列人非常头疼 现在大批的中东移民 在西方举行 各种游行示威 目前这种压力 以色列当然感觉到了 否则他也不会去停战 以色列动员的兵力 其实有限的 其实哈马斯的任务 就是挖坑 挖地道 然后等待战斗 然后再加上百万失业的青年 就慢慢的和以色列可以耗 这种非对纯战争 以色列已经进入泥潭了 我觉得他已经出不来了 至少这一届内塔尼阿湖政府 如果这个战争出不来 可以想象 现在未来以色列的商人 没有了钱赚 整个以色列进入恶性循环 美国人也会远离的 因为如果跟以色列走近 那美国船只也会面临这种威胁 美国资本家肯定不干 所以可以想想 现在是整个西方 这个海上霸权 是受到了博人机的真正挑战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